云林二伦乡的来会社区近年来在社区绿美化颇复盛名 除了木雕家廖义雄之外 社区彩绘家廖和胜离开家乡多年的他 因缘际会下回到家乡贡献自己的天分 也累积了相当的作品 带您去看看这个充满创意的传统社区 仓库的墙壁成了色彩缤纷的农妆四季风情 经过彩绘画家廖和胜彩绘后 把社区里的废弃地变成台湾缩影 在去年农堂PK赛中成功赢得民众目光 这块鱼鱼鱼本来就是废弃物 像以前的鱼鱼都放在发草 我们就是主题就是农堂发源 旁边对台湾的形态出来 下面一边把那个鱼鱼鱼鱼放在台湾屋里 拖到那个鱼鱼鱼住那台湾屋里 拿去里送台湾 给他们变立体 有社区租材料是很成功的 尤其在有各种材费 有完整的材费料 以后还为了筍不漂亮 讓我們整個方便整個方便成功了 來會是標準的福建招安客社區 廖和勝也將招安文化放入社區改造設計裡 因為一般的新住民 或是一些年輕人都不知道 我們就是調工師 用脊圍黏的日落 喊不喊 喊不喊 這就是我們口腦喊 脊圍搖 喊就是這 喊不喊 喊不喊 我不喊 今年的社區營造主題是 潛能減碳救地球 廖和勝運用橋手 將居民捐出來的廢棄物品 製作成山雪化 可愛的鴿子和輪胎花盆 在臺灣民甸的銀 我們是用鑊頭 撿一個銀的鑊頭 也拆拆地做世界 做地球 就對了 像那個風潮 風潮我們是用枯的 用枯的電風 像這個前關燈 前關燈也都是枯的 以前是特別的 好像火有利用 創意不分城鄉 社區居民歡迎大家 來參觀社區 欣賞偏鄉居民們 用心經營的成果 新唐亞太電視 廖立芬 臺灣遠離採訪報導